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玲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終於有乾爹啦 樂烈的歡迎我們乾爹出場 啊 今天呢 就是要來開箱我們 SAMSUNG Galaxy A53 的新手機啦 很感謝台灣三星這次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能夠擔任 Galaxy A33 和 A53 的品牌大使 我現在好像在印象過程中 我就是一直拿的都是三星的手機 S6啊 S8啊 然後 S20 21還是20我忘記了 然後我手機原本是拿 Note 20 的 就是都一直都是在用三星這個牌子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換其他的牌子啊 我就感覺好像 就是有點換不過去 因為用習慣了嘛 然後就覺得其實三星的拍攝功能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其實它拍起來很自然 感覺好像也不用修圖一樣 對 除了相機這個功能以外 像我們平常可能比賽完要打比賽心得啊 然後要交報告那些可能都要用 Word 打 然後我就覺得它打字的比較方便 然後比較快速 像上傳之後可能格式也不會跑掉 就是不用特別去打開電腦再去打資料 直接用手機就很方便就可以完成了 使用了這麼多年的三星 所以今天能打到這支新手機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那這次 A53 的手機系列呢 一共有四個顏色 蜜桃痘痘 水蘭痘痘 潮黑痘痘 跟沁白痘痘 那當初其實讓我選這個幾個顏色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頭痛 因為我幾度擁有選擇障礙 這四個顏色其實都很好看 啊我選的時候就很猶豫啊 到底要選哪一個 結果我後來最後選的就是這個 感覺很有少女心的水蘭痘痘的顏色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適合我 有沒有很符合我呢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選什麼顏色 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看看這支A53裡面到底有什麼好玩好用的地方吧 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打開來看看吧 隆重的儀式感 水蘭色真的很好看耶 啊這種是要用那種招牌網美姿勢嗎 它好像有四顆鏡頭 那我們要打開囉 你知道那種每次開這個的時候就覺得療癒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覺得 不知道怎麼開啊 等一下哦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喔這邊等一下 它是左邊先開耶 它是這樣耶 喔喔喔喔 喔 好像有點厲害 這就是 植物本體啦 我比較喜歡那種方正的感覺 握起來的時候剛剛好 然後又不會太厚 而且 我發現它其實 背後的那個質感很好耶 它不是那種像以前那種手機都那種光滑的 它的背面就是有一種霧面珠光的感覺 摸起來其實很順手 而且 蠻指滑的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去各個門市去摸摸看喔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入非常神聖的時刻就是要把它開機啦 長按 好等它開 我真的很喜歡它那個背後的感覺就是摸起來很舒服 我後來發現它這邊呢 它是那種一體設計的耶 就是它沒有像那種有靈有角的感覺 很像那種汽車包膜的感覺 重量的話我覺得算輕的喔 因為它其實螢幕的面板也很大 然後接近已經要全螢幕了 就是非常窄的邊框吧 我們在開機的過程我們就來聊一下它有哪些厲害的功能吧 它有5000mAh的超大電量 那像在我們比賽的時候可能都要錄一些影片啊 就是自己比賽的影片或對手比賽的影片 那其實那個拍照錄影的時候電量就耗得非常的快 所以其實它有擁有這麼大的電量的話 那我們也不用害怕在比賽場地找不到充電器 然後害怕它電量耗很快這個狀況 而且它擁有超高防手震這個功能 那像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有人幫我們錄影就不怕手震 可能歡呼的說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像我喜歡三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有指紋辨識 它這個指紋辨識就非常方便 像現在要疫情的時間嘛要戴口罩的話 那你不可能拿下來口罩然後再放回去 那指紋辨識的時候就非常方便 就是要一個手也不用兩隻手這樣子放著 很方便就可以辨識然後解鎖這樣 而且它還有防水防塵的功能喔 像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可能平常會大量流汗啊 練習完然後接電話臉嘛一定會流汗啊 那其實這樣子你也不用害怕它會進水什麼的 或是你上廁所的時候不是要洗手嗎 你手濕濕的你這樣碰手機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昌7S用三星的手機 所以都對它的各個程式都蠻熟悉的 那這次呢特別想要體驗它就是它的 相機裡面有一個趣味模式的這個功能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看起來會怎麼樣吧 因為聽說它就是拍起來就跟很多社交軟體特效功能 有一舉同工之處 好那我們要開始囉 然後我們先點左邊這邊有個趣味功能 等一下它第一個就出來了耶 好我看一下有什麼我挑一下什麼厲害的 厲害的模式 這看起來有比較仙女的感覺嗎 還是這個 啊這個貓咪變我了 厲害的 喔我喜歡這個 有沒有陷阱妹的感覺 好然後我們來拍一下 好我們再挑一個 我想剛剛那個貓咪的好了 貓咪耶 好 這邊還有 欸可以搜尋的功能 搜尋的話就很多哇 嗯這個 這看起來好像不像我啊 好 好我們拍了三張 不知道大家對我剛才那三張的感想是怎樣呢 告訴我你們最喜歡我這三張中的哪一張呢 我發現它前鏡頭的話數有3200萬真的是真的是蠻清楚的 很多手機加上濾鏡之後就是會很模糊啊 然後或是會有那種顆粒感很重 但是這個就是加上濾鏡之後其實不太會 然後其實用原相機的時候也是非常清楚 這次A53呢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點就是 在這個相片當中它還有橡皮擦的功能 橡皮擦的功能就是呢 比如說你不要那個人啊把它劈掉這樣子的功能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開始來實測我剛剛說的橡皮擦功能 打開我們的相機 然後呢 放了這個都在這裡好了 然後我們來自拍一下 1 2 好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點開我們的相機 然後就是我剛剛拍的 好然後就是點這邊之後有個物件橡皮擦 之後我就把我要刪掉的地方放大然後可以把它圈出來 好然後它就知道然後就按清除 好它就不見了你看耶它就變成這樣 剛剛這裡的手機就不見了然後就按完成 然後呢就儲存 好啦這就是橡皮擦的功能超厲害的吧 那大家也可以趕快去試試看喔 之後大家也能期待一下我用這支手機拍出更多厲害的照片跟影片喔 我自己也是蠻期待的呢 那大家如果對於這支手機還有更多想要了解或是它的規格的話呢 都可以上它的官網上面去搜尋喔 那我們今天不專業開箱時間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要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拜拜